宝二总队型大真一对茶或26岁理性女子 透过乐天市场、虾皮拍卖、露天拍卖等国内知名网拍平台 贩售从大陆进口连Image序号至Apple官方网站 也可通过验证的仿冒苹果手机 为避免遭人场发现 要求买家一定要送回指定门市进行售后维修服务 不得致台湾的直营店或是合格经销商维修 警方搜证数个月在新北市新庄区查获 李女已合法登记立案的科技公司及通讯行为掩护 自105年中开始已低于市价2000至5000元价格 贩售仿冒苹果77 Plus 6S 6S Plus SE手机及相关配件 警方指出李女已卖出上万只仿冒苹果手机 不法获利高达上亿元 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及诈欺罪嫌宋办 警方表示李女已露天拍卖 App 821520 App 821524 App 524821 Butterfolio 168 Popo 168 Popo 6688 等账号 乐天市场 红红性通讯 雅虎奇摩超级商城 红性通讯雅虎奇摩拍卖星星3CB01 虾皮拍卖 Popo PCHOME商店街 PCHOME 飞飞通讯 生活市集 3C市集等国内拍录拍卖平台 贩售仿冒苹果手机 仿冒的苹果手机 充电器以及耳机等与正品对照 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尤其是手机 尽可使用iOS系统 也可连接电脑版 iTunes 甚至连 E-Mage 序号制 Apple官方网站也可通过验证 从外观及使用上 让购买民众难以察觉 为避免消费者 购得仿冒手机 送市原厂维修 遭发现非原厂授权商品 强调保固维修 需送回门市维修 至消费者都没有发现 糟片